美国的债务 但是日本中国大陆 同样的债务 也是背负了很大的债务 所以就是说 作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好 投资市场也好 相对来讲 美国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很容易吸引投资进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刚才你正在谈到的 就是关于信用 信用的问题 再重新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信用就是说 你的收入 然后你的这个收入里面 有多少是用来付利息的 我们叫debt service ratio 对 debt service ratio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的债务 比10年前多了一倍了 美国的国债 但是我们这个debt service ratio 减少了 为什么减少呢 因为我们利息低了 再重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今年因为利息 从年初的1.6 这个10年的国债 到现在的0.6 现在呢 30年的国债才1.3 今天 我们今年 美国多借了 美国政府多借了6万个亿 我们今年付去的利息呢 比去年少很多 小了三分之一 我们借多了钱 我们要付的利息小了 这等于相当于还是挣了 对 反正我们 我们 我们贷款多了还占了 还赚了 对啊 所以你要看 为什么这个地利息 讲到美元呢 为什么 轮准会 把美元保持 把利息压到零 但是他要给他一点点利息 所以你看 不单是美国政府在贷款 苹果 维远 这是最好的公司 他们的钱多得不得了 他们过去三个月 发行了 一万两千亿的债务 平均付的利息 是0.65 三年前 苹果已经说了 哇 利息怎么低 我发展债券出来 那个时候苹果还要给 两个percent的利息 现在苹果说不吃白不吃啊 为什么我不拿几十亿这个贷款呢 反正时间是6.5就 6.0.65就可以了 那也是太低了 对 但是呢 所以呢 涨了半天 美元呢 这个联准会 也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 他也不听川普的话 去年川普要他捡利息 他不捡 今年看到势头不对了 COVID-19 马上 出三月就到零 对 这个 然后川普要呱呱叫 要说 啊 我要把这个利息变成负利率 你还记得这个吧 实际上呢 poor就很聪明 因为呢 德国是负利率 一般是负利率 我要讲解释一下负利率 因为对我们美国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说 今天 你一百万放到银行 OK 如果你在美国银行 现在是0.6个percent 十年后呢 他会呢 你的一百万变成一百零七万 不是很多 但是有七万块 七到八万块的利息 因为compah OK 我今天放一百万元 欧元 在德国的银行 在德国的银行 买德国的国债 我这个一百万 OK 十年后收回94万 我一百万收回94万 在美国怎么差进我一百万 拿回一百零七八万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呢 普环出名 他说为了保持美元的稳定性 吸引性 他说我们一定要减加利息 短的没有 两年的三年的给你0.2 五年的给你0.3 十年的给你0.6 他manage整个利息 我给你一点利息 跟着我刚才说了吗 经济是相对吗 我在美元 我不晓得怎么做了 我放美元 我一百万 十年后一百零八万 我放德国一百万 变成了94万 放美元了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但是呢 美国是不是负利率呢 一定是了 因为你想想看 十年的国债是0.6 我们长期的通货膨胀 是大概两个percent 就是说你每一年 因为平均来说通货膨胀 你要赔两个percent 你只能够拿到0.6 这不是负利率吗 一定是负利率了 但是在张面上 还是好看 对对对张面上 相对比起日本 德国我们来的太强了 所以呢 美元这个地位呢 还不能 所以呢 短期今天 我们刚才风险在哪里 风险就是说 美元短期之内 这个选举 长期来说呢 有什么问题呢 债务多少不是问题 因为呢 只要美国呢 继续在它 勾扩自己的领导的能力 就是说呢 就是说你呢 越来越赚钱就越多了 好像我刚才 刚才这个比例了 你十年前有100万的 这个credit card的债务 现在你也是120 200万又怎么样 以前你的收入是100万 现在你的收入是1000万 500万 这样你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债务就变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但是所以呢 美国一定 为什么也讲到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掌控这个 高科技的霸权 不要说霸权 领导 绝对领导的地位 你想一下 因为美国未来的发展 真的它的财富在哪里 就是在高科技里面 生化也好 这个这个 发迹也好 什么也好 对不对 它在这边方面 不能长期的把它成长 它就没有 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收入就越来越减小 这样的话 它的债务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美元就开始慢慢动摇了 所以为什么中美现在增来去 就是这个高科技 为什么要增 是不能不增 OK 所以呢 我如果做一个预测 由一个权源来说 美国会什么会动摇呢 我会可见的将来 这个未来十年 因为这个epidemic以后 越大的公司会越强 越小的公司 比方说这个 这个小公司 就越来越困难 这个没办法的 机缘的问题 对不对 你看Amazon 昨天大奖了 Jeff Bessel 一天 身价多了131 一天 现在Jeff Bessel Amazon的财奖 今年的 现在的身价 是比起麦当劳 尝试公司总值来得多 比起一顺时 有ExxonMobil来得多 一个人的财富 比起整个麦当劳的总值 来得多 所以你看到美国呢 为什么美元就涨到 Jeff Bessel这些人呢 美国呢 刚才呢 虽然有个很矛盾的问题了 就是说 美国要生产力越来越高 高科技 这个财富就越来越不平均 对 财富越来越 给一小住人 对 你不可能靠这些 拿minimum wage的人 把生产力提高吧 I hate to say that 对不对 So 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Be careful 因为你要把美国的美元 美国稳定 你一定要 就是一住人 一住地长下去 因为他们就是 这个给你发展 这个特魄 新的财富 所以呢 美国呢 比起十年前 我们的财富的 这个元素 这个差异 已经怎样了 比起十年前 再过十年 所以也是有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容易 所以问题呢 我就说美元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美国在未来 有一个很大的riot social riot 你看到最近的这个 这个黑人这个 这个运动 BL 就是比较小型的 你看当整个国家 都是 cry out loud 说这个财富不公平 那这个也是说 我都不能跟你说 谁是好 谁是不好 因为有个财富 越来越集中的话 就是我们的生产力 越来越高 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少的人 拥有更多更多的财富 对 好了 你希望怎样 还是希望我们美国 没有增加生产力 我们美国变成了一个 一个美元变成了一个 一个弱势的货币 然后呢 我们整个整个债务呢 变成一个危机 但是呢 我们公平了 公平 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谢谢大家